五顏六色的芋圓 一勺一勺装进碗里 来到酒份 游客都会点上一碗芋圆 但明明是周末 老街人潮却稀稀落落 不如预期 铁卷门关上不说 门上跟贴着招租或出售店面单子 短短一段路就有店家没营业 平常差比较多 没什么人 对对对 那下次还加加减减 像这样还有点人潮 因为没有外来的光光 国外的光光 所以东西就没有流通 所以就大家只好站进营业 酒份老街主要客源 仰赖国外观光客 疫情接连重创 曾经高达65间店没营业 去年年初疫情刚开始 就算下起雨来 老街依旧络绎不绝 只是一年过去了 如今却是两样情 尤其今年一月桃源一名确诊者 足迹曾经到此一游 九份游客树持续下探 同一个路口过去游客密密麻麻 但是周末下午直击画面中 一度不到十个人 再看另外一个角度 以前逛街必须被人潮推着走 现在却剩下一半 老街上面的店大概有四成就不开了 只要是租了大概都没办法继续开 原来是很贵 可是现在大家其实都有减少 可是减少还是没办法 山城美景因旧 人却回不来 九份商圈面临前所未有的观光低谷 希望国际疫情尽快窒息 恢复往日冷气 山城林俊华声音新北相报道